欢迎收看本期新游日报 今日 绝地求生天价针对Xreader这款外挂的检测机制 Xreader此前一直以高安全性自居 将通过第三方工具收集到的游戏数据发送到外部设备 使用者可以使用另一台显示器或者手机来查看附近的敌人物资等 绝地求生此次更新的反作弊机制已经封进超过3万名玩家的账号 其中甚至包括众多欧美赛区的职业选手 比较知名的有欧洲赛区SDF战队和比斯堡骑士队的队员 SDF战队的两位选手SEKZ0和HOLO军备封号 据他们的队友SRSteve保料 在此前的PEL线下资格赛中 队内就有人使用Xreader但是没有被发现 目前 蓝洞赞未对此时作成回应 今天 万代南魔宫公公布了《龙都斗士Z》号画版的预告 《龙都斗士Z》是由万代南魔宫于今年2月份发售的对战格斗游戏 该座由于对其原著漫画的完美还原 而一度受到了很多粉丝们的肯定 本次推出的《龙都斗士Z》豪华版将收入之前推出的 悟空 巴达克 库罗利 贝奇塔 库拉 超兰贝奇塔和扎马斯 以及人造人17号把为DLC角色 《龙都斗士Z》豪华版将于2019年1月31日正式发售 登陆PS4 Xbox One 《模拟火车》作为Steam平台上最贵游戏可以说是赫赫有名 虽然游戏的本体在过去售价99元 但是如果加上它拥有的490款DLC 超过27000元的价格足以让你望而却步 近日该游戏的最新版本《模拟火车2019》 也加入了Steam东西特卖活动 本体以及大部分DLC都给出90%以及75%等大力度折扣 全部加起来价格已经不到12000元 对于喜欢火车的玩家来说 一个圣可能就能将它们全部收入囊中了 《金蛋火虫》 《火车家火虫》 PlayStation香港公布了1月份的Plus会面游戏 由全境封锁和极限巅峰领先 本次会面领举时间为2019年1月10日至2月6日 此外会员还能免费领取《多了猫冬季》动态主题和PMN 最终换奖音乐选机 网易收款全球开放策略手游 《权力与纷争》 今日11点开启全平台公测 《权力与纷争》中存在三大派系 分别为具备资源生产速度提升与近战士兵加成 建造各种高级建筑的工业剧情 享有远程士兵加成 通过贸易与经营收敛财富的金钱帝国 以及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其他城市 从而获得发展的战争之王 根据发展需求不同 玩家可以在游戏中更换派系 更换派系后 原派系的等级数据与传承效果将得到保留 但会暂时失去原有的加成效果 当领主们切换回原有派系时 会还原原有等级和经验 继续享有加成效果 好了 本期日报到此结束 让我们明天再见